向前看的工作有幾個重點 我想講其中的三點 第一點就是做好準備 和早前我們透過可持續發展委員會議民共議 大家理解 這個法案是有挑戰的 需要做好準備 所以當時都建議有一個準備期去到18個月 所以我們透過和議員大家商討的時候 以一個18個月為準備期作為一個基本盤 是一個大家的主流方向 我們會善用這個準備期的時間 這個準備期的時間不是說到時才減快的 是要現在開始培養一個疑風逆族的改變 支持這個綠色的轉型 第二方面就是一個加強相關的支援 包括回收配套方面 剛才在議員都是有正面的說到的 譬如說我們是在近年 已經是逐步加強了社區回收網絡 簡稱這個陸在區區方面 也都增加了不同的配套 包括了回收的環保站 回收便利點和這個回收流動點 已經是超過100多個覆蓋香港18區 同時間我們都會在未來的時候 加強相關的社區回收配套的 例如這個回收便利點 向前看都會增加10個 令到這些收入大站中站 在平均每一區都由1至2個 增加到2至3個 增加對社區回收的支援 同時間是更加善用 這個陸陸想積分卡回收有相 更加鼓勵市民大眾是乾淨回收的 這三方面是大家議員都很支持的 就是加強相關的推廣 包括了一個宣傳和教育 在當中我們成立了陸展隊 是能夠是入社區 支援相關的業界 包括物館界的 當中物館界的角色是重要的 因為很多人都住在一些屋苑大廈 所以我們會加強和相關持分者的溝通 大家一起加強推廣、宣傳、理解、培訓等等 是希望能夠為這個立法收費做好準備的